南門市場 南門市場我剛才都有提到說 為什麼他會說早餐一條街 我們可以看到 等一下他一整條街都早餐嗎 就跟你說很厲害很猛的嘛 這一條街 其實他這邊假日六日 你在這邊應該是機車或汽車是無法通行的 這一條街是非常強悍的 對那可能我這樣說的話 許多人可能在地的都會知道說 我在說哪裡了對不對 好因為他本身這邊除了有很多人都可以買 你可以想得到的 你都幾乎基本上可以在這邊買到 最有明顯就是這個文化街了 文化街這條就可以說是早餐大戰 為什麼每天就是 你就看到就是很多人一直排隊 然後就把那個巷道沒有很長 沒有很寬的巷道 然後就擠滿滿 然後大家就把早餐拿出來丟 早餐大戰 他就是排很多人 然後你要排很久 晚到的話就還可能買不到 就可能你排一排 可能還買不到這種東西 好因為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在這種小條巷道裡面 他擁有很多家就是 燒又大碗的人氣早點 他除了味道是非常讚的 很夠味之外 就連這個價格都是銅板價格 好親民啊是不是呢 好大家是不是還不清楚呢 那現在我就帶大家一起來走一走吧 出發 GO 市場大PK 今天要來PK什麼東西呢 好瑞峰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當地非常有名的南門市場啦 好的南門市場呢 其實他是非常永久的歷史 他大概有六十幾年囉 好那我們都知道 一日之際在漁城啊 我們現在呢要來的這地方呢 就是要來尋找他的美食了 好那到底有幾樣美食是必吃的呢 那今天瑞峰我就要帶著各位一起前往去了解啦 好的那我們其實單打獨鬥是確實比較累的 所以呢 現在我們就來尋找神秘的引導人吧 GO 好 李長 嗨 嗨 好 好 那我們的引導人就是我們的李長 嗨 嗨 大家好 這樣我請李長來直接出去吃個粥吧 對對對 好好 來李長我們現在所在所在是要介紹我們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第二代的南無飯 在市場內飄香30多年 飯糰成為在地人必點必吃的排隊早點 簡單的酸菜 蘿蔔乾 肉鬆 油條等配料 勾起兒時吃過的那一種排座味道 它的米粒很Q 然後我兒子也喜歡它裡面的油條 以前人家吃得比較鹹 比較甜 現在小人家在做 他比較鹹 比較甜 比較中性 有人家吃得比較鹹 養生 還要來的就是 旁邊的米粒Q 不像早上的比較甜 口感Q軟帶點濕潤 而且米香十足的飯糰充滿古早味 價格也相當佛心 即使要早起排隊才買得到 相信也很值得啦 經過了一陣子的排隊之後 終於輪到我了 老闆我要一顆紫米 好 老闆提到原本只有傳統的白米飯糰 不過隨著現代人的口味改變 也多了紫米以及其他配料 也讓他們能夠傳承這30多年的好味道 好 我終於排隊買到了我的紫米飯糰了 我今天現在就要趕快來試試看 這個傳說中好排隊的美食 其實這飯糰是油條菜脯 然後還有紫米 很簡單的很簡單的組合 但是它咬起來呢 其實它米粒是非常的Q 不過我覺得一個飯糰應該還不會滿足我自己的肚子 我們趕快去找下一個 話說梨長呢 我們趕快先找下梨長 梨長 梨長啊 現在來到我們第二攤是要介紹什麼好料的給我們認識一下嗎 我們當然是很多水煎包 水煎包這麼大 它現場是煎包的 所以說 它這個水煎包每天都做人生人孩 一個顆拳頭大小的水煎包在鍋內翻動 不僅在網路上受到熱烈討論 更是在地人必買的美食 不過想要吃還是得先抽號碼牌 乖乖排隊吧 好 排隊等到了我們很大顆的水煎包 哇 這真的很大顆 我就覺得這個吃起來是相當的飽 它等於是肉包等級 我個人覺得 它的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Q耶 它不會爛爛的那一種 而且它底部的地方給大家看一下 它底部的地方是有脆脆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用 它雖然煎的是比較 吃起來就是有那種脆脆的感覺 剛剛起鍋的水煎包 底皮煎的金黃 外皮咬下去Q而不爛 雖然只有包一種餡料 但絕對讓你的胃夠撐 重點是價格一樣相當簽名 現在買15塊 對 現在買15塊 現在買到15塊 沒有錢 一間一間八年都沒辦法起價 都沒辦法起價 對啊 哦 來到這邊的每位客人 都買好幾個回去 由於手工現場製作 如果慢一點 可能就買不到了 對 因為我是外甥小孩 外甥小孩 所以我很喜歡吃食煎包 它的皮比較厚 皮比較厚 對對對 吃起來比較有嚼勁 也比較薄 比較像我們外甥人吃的那種包子蠻好 南門市場這邊的文化街一帶 也被當地人稱為桃園早餐街 CP值高也成為在地人口中熱門的話題 桃園有些新聞 林德超 林瑞鋒 幫桃園情報報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